哈喽大家好,我是NZ,对于这个影片呢,算是一个迟到的澄清啦 严格来讲呢,这个澄清呢,我欠了他们 接近有一年多了,我觉得没有时间多,算是一个借口吧 然后今天呢,小弟也特地来到了他们的谈 算是来还他们这个东西,还他们这个清白 然后百坏一点来讲呢,就是曾经我一个影片 然后很多人的矛头都指向他们 然后的确也没有错啦,可能我们的出发点 那时的出发点也像是指向他们的 我觉得有错就要承认,然后男子汉能屈能伸吧 做错事就要承认 那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有错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有来到他们家,好好认真的跟他们道歉 却没有想到我们疏忽了 咦,我们用影片来攻击他们 我们却忽略了应该用回影片来好好跟他们道歉 我这个立场就很草率的,做了可能IG story啊 然后什么什么,可能这我觉得都不是说很完整 所以今天呢,就来到他们的庙他们的坛 来算是来做这个完整的澄清影片 然后我们也邀请他们两位主人翁吧 来来来 就是那个影片呢,虽然也不是说很方便 讲是哪部影片,但总之我有欠的 我现在就是想要还这两位朋友 然后就是百务师Essandra还有Simon 简单来讲就是他们一路以来可能因为那个影片 然后有想到,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做可能百务师 有做可能帮人家接东西接法 然后问是什么,他们也是有帮人家做这些东西 然后也开了庙 然后一直以来都被我这个影片所影响 然后一直迟迟的可能现在陆陆续续还是 哎,你是不是那个坏人啊,你是不是那个坏人啊 是不是不进来收到 的确这个是我的错啦 然后也想要好好的 不应该没有任何的无评无据 去无赖到这两位朋友这样 然后今天呢,也取来他们的庙 好好跟他们道歉 有什么话要讲吗? 呃,我们是希望一个public的就是在YouTube这样 因为我们是从YouTube被这样子下套 所以变成被人家攻击网暴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YouTube啦 然后今天Instagram也是来到我们基设满堂 来做这个道歉影片 我是觉得,OK,这样子 如果有这样的诚意,我要东西也是拿到了 就是算了 我们这件事情也算了 因为其实啦,之前啦 你弄了这个影片过后 其实很多人在人身攻击我们 所以我就觉得,哎,为什么会用人身攻击 比如说Simon的眼睛啊之类 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也是师傅 所以你拿这种东西来套在我们身上 是一个对我们的行业非常不利的一个东西 对 然后我们很难洗白 除非你就是做回一个影片 所以变成为什么我会一年多 还一直要强求这个东西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真的是影响到我们今天的 明白 因为可能我自己也疏忽了这个部分啦 我自己也疏忽了 我可能认为,来到你们家 你们道歉 就是一个结束 其实原来才发现我自己也不足够的诚意 然后才补充这一次的这个完整的一个结束 其实咧,我们这个被受害的差不多一年半了 对吗? 然后我们也被网罢攻击之类的 Insect是有来到我家道歉 然后也有在story,在instagram,在video上 但是不是我们在里面 所以我很简单的就是 你在一个影片上讲出一些东西来 弄到我们一年多要收的东西 最简单就是 就是怎样怎样攻击你们 就怎样收回这个岛 对 怎样去弥补这个岛吧 对 因为真的很过分 因为有些人甚至讲到Simon的眼睛 因为Simon这个眼睛是意外发现的 所以变成就是很多人会拿这种东西来攻击 甚至讲我们做东西很像怪怪啊什么东西 其实是完全是来 因为看了那个影片过后来攻击 因为我们平时做东西就是 很多很多三星就是支持我们的 但是反而这个影片然后全部来骂我们的人 都是没有跟我们做过东西的人 我觉得很奇怪啦 所以变成这个东西会一直延伸下去 所以在我立场来讲大战富能屈能胜 然后也想要去跑好的去弥补这个过错 这的确是之前的愚蠢 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观众也可以多的支持他们的东西 技术满谈还有我们的镀眼龙兽 嗯 OK 所以也非常感谢他们愿意再二再三的去原谅小弟 这个过分的刺伤 啊对吗 严重的刺伤 然后我也是能群人生想要弥补这个国错这样 希望大家喜欢 所以我要补充一点东西 所以今天呢 既然这个东西已经这样子了 过后我就不要再去追究任何之前的事情 就算了 我们跟Insect就这样子 然后包括加加还有Lunasi也是因为 他们也是私底下跟我们道歉 所以你们也可以知道到底是谁的清白之类的 就这件事情就过了 就算了 一年多也过了 我们的仇恨过了 OK 就这样子 迟到的清白 哈哈哈 只要 只要今天有这个清白 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closure 不然我们要往前是很难的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刺坎的 那今天有这个影片出了 你也可以放下我们 也可以放下我们 可以继续走前面的路 嗯 好 谢谢 好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大家 嗯 拜拜